炎炎夏日,我顶着四十度高温,从早上六点一路辗转折腾到晚上六点,才终于感到我与男友寒瑾的昏房。 然而一进门,便被彩带喷了满头。 生日快乐,屋内蜡烛,气球,鲜花,蛋糕,分为拉满。 一屋子的人,西装革履,妆容精致,举手投足间,谈笑风生。 玄关处的全身镜将我蓬头垢面的样子照得清清楚楚,粘腻的汗液顺着额头不断往下躺,与屋内精致的世界格格不入。 哪怕这明明是我的婚房,我甚至不知道这群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里。 小男,我认出了朝我喷彩带的是韩瑾的一个朋友,显然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 就在我与屋内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时,人群里走出一道红色的身影。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以为是阿瑾呢,喷错人了,你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女人一袭红色丝绒长裙勾勒出婀娜多姿的曲线,摇曳生姿,引人注目。 可这话我怎么就听着不对位呢? 我自己的婚房,还需要提前打招呼是个什么逻辑? 压下心底的不悦,我捋了旅被汗水浸湿扒在额头上的碎发, 输了口气,挤出笑容,这不是阿瑾生日吗? 我就想回来给她个惊喜,没想到撞上了,看来这惊喜是送不出去了。 女人是韩瑾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姐姐,叫徐飞,大八岁, 两家从小就是试娇,关系特别好。 好到韩瑾刚出生时,徐飞给她换过尿布的这种。 后来大学去了国外读研,回国后就结婚了, 门当户对,都是做生意的。 现在孩子上小学,在我们公司做行政, 托关系进来的,闲差,没人管,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自在得很。 所以我哪怕再不高兴,也不敢明着给对方甩脸色。 咦,阿瑾没和你说吗? 我们约好了今晚在她新家给她过生日, 就当是婚前的最后一场单身派对了。 徐飞欲言又止地扫了我一眼, 似乎在说,这么重要的是, 你作为女朋友,居然不知道。 火气蹭得起来了。 我真想把手上的行李箱丢对方头上, 说一句,关你屁事。 可我不敢, 因为男友确实没和我提过这事, 估计是看我这段时间太忙, 没来得及体。 为了在婚后能度过一个浪漫的蜜月, 这段时间我频繁出差赶项目, 婚礼婚房的事基本都是男友一个人在处理, 每次打视频,看到对方眼底的清黑, 我就愈发内疚。 这才想着赶回来陪对方过个生日, 计划是在婚房这边洗个澡修整下, 再把人骗过来, 结果直接成了意外。 心底忍不住生起一丝对男友的埋怨, 就在气氛僵持之际, 身后响起门锁转动声。 南南,今晚的主角终于到场, 我没有错过男友眼神里一闪而过的局促, 但还是旁若无人的上前, 挽住对方的手臂, 仰起嘴角, 生日快乐。 男友的到来多少缓和了些空气中弥漫的尴尬气氛。 我稍微收拾了一下, 被男友带着介绍认识了一些没见过的新朋友, 努力做出女主人的姿态, 希望可以挽回一些刚才进门时的狼狈形象。 尽管男友嘴上说着, 今晚我能来是他最大的惊喜, 可我却清楚地知道, 我这个惊喜其实才是最大的意外。 南南, 你是不是生气了? 对不起啊, 我真不知道你会突然回来, 要是早知道, 我肯定不答应搞生日派对。 许是我掩饰情绪的能力实在太差, 或是自知理亏, 趁着众人玩闹的间隙, 寒紧将我拉到一边, 低头认错。 我忍不住在心底苦笑, 不知道该高兴男友在乎我的感受, 还是难过他根本没搞明白我生气的点在哪里。 我自认为不是个矫情的人, 也不喜欢两个人之间猜来猜去, 有问题就摊开来说, 但怎么说, 却是个技术活。 你呀, 生日办派对这么大的事, 也不提前告诉我, 刚许姐和我说的时候, 尴尬死我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感情不好呢, 以后可不许再瞒我了呀。 这是我能想到最委婉的提醒方式, 我希望她记住, 我才是她的未婚妻, 而不是什么事都是从那个徐飞的嘴里说出来, 我就知道我家男男最爱我了。 我明显察觉到男友松了口气, 搂着我不断诉说着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思念, 说得我面红耳赤, 顶着对方深情的目光与棱角分明的脸庞, 我可耻的脸红了。 罢了罢了, 好在还是能听进去我的话,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以后慢慢改呗。 阿锦, 快出来, 你来说我选得好不好。 就在我们打算在温存一会的时候, 徐飞尖利的嗓音从外边响起, 暧昧的气氛荡然无存。 咳, 来了。 男友尴尬地咳了两声, 将我推开, 随后急匆匆地往客厅跑去, 我跟在后边美好气地跺了跺脚, 这群人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只见徐飞笑咪咪地坐在沙发上, 拍着底下的沙发, 见我们两前后脚出来, 盯着我看了一会, 突然得意地扬起脑袋。 阿锦, 他们刚才都说, 这沙发坐着舒服, 比你之前选得好吧。 我特意托人从国外进口的, 花了我八万呢, 当送你的乔迁礼物了。 值不值八万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徐飞是故意的, 因为之前的沙发款式, 是我选的, 厂家直销, 八千, 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我不信以他和韩锦的关系, 会不知道之前的沙发是我选的, 却还是当着我的面, 说了出来。 是, 我眼界小, 格局小, 比不上白富美出生的徐飞, 只要是花钱的东西, 我都习惯性精打细算, 尽量把钱花在刀刃上。 许是我脸上来不及遮掩的慌乱取悦了对方, 他弯起嘴角, 不过我最开心的呢, 就是阿锦可以找到小南这么优秀的妻子。 心底生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 小南很不容易地, 从农村考到研究生, 家里也没什么钱, 底下还有个弟弟, 刚来公司那会, 我看他每天就那两身衣服, 从不外食, 带的饭都看不到肉丝, 现在还跟人合租呢, 我让阿锦给他单独租个好点的还不要, 可独立了。 徐飞长叹一口气, 露出欣慰的表情, 好在是阿锦。 没什么家庭负担, 婚房啥的都有条件工, 你们说, 要是再找个外地的, 这里房价虽然没一线高, 也不低的, 到时候脱家带口的, 日子就更难过了。 我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嗡嗡的, 指甲盖死死扣住了食指上的软肉, 用尽全身力气, 克制自己当场逃离的行为, 树道目光围着我上下打量, 惊讶, 轻蔑, 不屑, 一如当初徐飞对我的态度。 我进公司的时候, 是徐飞负责给我做登记的。 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热情爽朗, 给人感觉非常舒服。 得知我一个外地姑娘出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 主动给我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 公司里的人情事故, 还邀请我去了她的生日会, 鼓励我拓宽交际。 我这才知道, 徐飞家里超级有钱, 上班对于她来说, 就是消遣。 内心隐隐有些自卑, 又庆幸自己的好运气, 能认识这么好的姐姐, 还在对方的生日会上, 认识了爱人, 韩锦。 和韩锦确认关系后, 我更是拿徐飞当亲姐姐, 直到我无意中发现, 她把我亲手才得送给她的钱包, 丢进了垃圾桶。 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也好意思拿出来送人, 要不是为了阿锦, 我都不想理她。 语气鄙夷, 神情冷漠。 我从垃圾桶里捡起那个我熬了一礼拜, 做的棕色钱包, 加同款。 之前我看她发朋友圈说, 钱包坏了, 原版要两万多, 我买不起, 就找了材料, 对着网图, 一点一点复刻。 脑子里闪过, 早上对方收到钱包时, 对我的夸赞, 心灵手巧, 做得比正版还要好。 我真蠢, 居然没听出她的前台词, 做得再好, 也不过是个高仿, 人家要的是正版。 说我敏感也好, 自卑也罢, 我开始刻意保持与徐飞的距离, 避不开, 我就尽量用之前的态度对她, 洋装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希望因为她, 影响我和韩锦的感情, 至少韩锦在收到我这些上不了台面的礼物时, 从来都是骄傲地拍照发朋友圈, 各种炫耀。 我有悄悄拿她手机看过朋友圈, 没有设置分组。 我忍不住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男友的热情, 是不是伪装的。 原生家庭的巨大差距, 是我永远都无法改变的, 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我拒绝了韩锦要带我回家见父母的想法, 劈了命地找机会, 申请好的项目, 为自己的履历添砖加瓦, 再等等, 等我做出点成绩来的时候, 再去拜访。 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我还算可以的学历和行业内排名前几的公司背景。 可在这座三线小城, 对于体制内铁饭碗的男友来说, 没有任何助力。 好在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在领导的牵线下, 参与了市里几个重点建筑的设计工作, 履历相较于之前好看不少。 韩锦更是予有荣烟, 逢人就夸某某建筑是我对象参与的, 我也终于有了些底气跟他回家见父母。 韩锦的父母应该是对我是满意的, 家里有什么聚会, 基本都会把我带上, 将我介绍给亲戚们。 我们的婚事水到渠成, 想到这, 我的自信终于又捡回来了一点。 用力咬了咬舌尖, 让自己冷静下来后, 仰起嘴角, 打亮了一圈神色各异的众人, 自嘲道。 是啊, 毕竟我只是个小镇做题家嘛, 天赋有限, 只能多努力了。 这不, 下个月要结婚了, 还在外面盯项目, 大热天的, 谁愿意呢? 南南男友心疼地握着我的手。 我起身从包里拿出一达名片, 微笑着一张一张发了过去, 虽然阿锦家有钱, 但结了婚, 到底还是有自己的小家。 我也得努力, 各位以后要是有装修设计需求, 来找我, 我其他方面不敢说, 这方面还是有点专业性的。 对对对, 市中心那个去年新建的博物馆, 南南就有参与设计, 你们要是周围有朋友需要, 一定要介绍给南南啊。 韩锦似乎并未发现, 我与徐飞话语下的暗流涌动, 没心没肺地和大家推销着我的业务, 语气骄傲, 倒是让我焦躁的心情好受不少。 徐飞不就是想让我自卑, 给我难堪吗? 我就大大方方给他看, 有钱不赚王八蛋, 现成的资源, 再加上男友的推荐, 我就不信他们下次真有需要, 好意思不找我。 我拿出谈客户的架势, 将话题转移到了我的专业上, 正好徐飞的朋友里有个姐姐, 最近遇到了相关问题, 我也给出了让对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借着案例分享, 我顺利加上了所有人的微信, 等他们回去后翻完我的朋友圈, 应该会扭转徐飞在他们面前, 给我立下的贪慕虚荣的形象。 毕竟我的朋友圈一直有在好好经营, 工作,生活,感情, 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 不断进步的状态。 说不定未来真可以为我带来些合作。 徐飞和韩锦的社交圈有太多重合, 多年交情, 根本不是我这样一个和韩锦在一起, 才两年的普通人能比得上的。 之前我一直觉得与他们的圈子格格不入, 所以也不高兴参与相关的活动, 单纯以为我们的感情稳定就好, 保持各自独立的社交, 现在想来, 指不定徐飞在背后把我编排成啥样了。 这次对方仅仅是带了些朋友来过个生日, 就差点让我崩盘, 等婚后, 我要面对的只会多不会少, 我必须立起来。 楠楠, 乔姐跟我夸你优秀, 让我好好对你, 你刚才和他们说话的样子, 简直就是闪闪发光。 男友送完人回来, 抓着我满脸兴奋。 太夸张了吧, 人家就是客气客气, 你也当真。 我暗自窃喜, 面上依旧一副云淡风轻谦虚的模样, 看来我刚才的表现非常成功。 反正临走时, 徐飞那张脸, 表情都快绷不住了, 把我乐得拉着他的手, 满脸诚恳。 徐姐, 我就知道你对我好, 还特意给我介绍人脉, 你放心, 以后你要有啥我能帮的上忙的, 我一定帮。 但我的好心情却并未维持多久, 因为我在烘干机里, 翻出了一件白色蕾丝纹胸, 定制款, 印着名字缩写。 徐飞的, 绝了, 韩锦, 我捏着手上的蕾丝布条, 咬牙切齿, 听到动静, 男友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看到我手上的布条, 直接愣在原地。 显然, 他也看清了上面印着的名字缩写, 啊, 那个, 男男, 可能是上周飞飞姐来这边过夜洗完, 忘记带回去了。 听到这话,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差点直接破口大骂, 他还过夜了。 仅存的理智把我拦住, 如果两人真有什么, 韩锦怎么可能这么坦荡地承认过夜的事, 多半是别的原因。 上周飞飞姐的一个朋友 办了一场主题派对, 闹到挺晚的, 你也知道他住的偏, 大晚上回去不安全, 就问我接了地方住一晚, 对不起啊, 忘记和你说了, 不安全不会找人来接吗? 我就不信他家里喊不出人来接他, 不用问我都知道, 他绝对睡主卧了, 因为只有主卧的房间, 现在能睡人, 其他房间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 我真恨不得把手上的蕾丝小衣直接砸韩锦头上, 你他妈脑子呢, 这是我们的婚房, 我们自己都没睡过几次, 可我不能这么做, 房子是韩锦家里给他全款买好的, 严格来说, 没我份, 哪怕是婚房, 我的自尊心也让我没办法心安理得地指责男友不该让外人在我们的心房里来去自如, 很可能他会觉得我小肚鸡肠, 思想龌龊, 因为那是徐飞, 不是外人, 我甚至怀疑, 那衣是徐飞故意留下来隔映我的, 他成功了, 顶着男友小心翼翼的目光, 我莫名有些烦躁和失望,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可以让徐飞一次又一次地踩着我的底线, 是不是我太放纵的缘故, 可除了徐飞, 在其他方面, 我们无比默契与和拍, 我只是单纯不希望因为一个外人破坏我们的关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比起我那糟心的原生家庭, 含锦鱼我来说, 真的算是上天赐给我的珍宝了, 家庭和睦, 家境优渥, 温和有礼, 包容我的敏感与自卑, 支持着我的一切决定, 甚至他的家人也拿我当亲闺女看待, 我不能因为一个徐飞, 放弃这么好的未来, 男男, 你别生气了,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我尽给你添乱, 我攥紧了手里的蕾丝, 用尽全身力气压下上冲的负面情绪, 扑齿笑出了声, 你想哪里去了, 徐姐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我怎么会介意, 我是怕下次万一叔叔阿姨过来, 翻出这个就讲不清了, 倒也不是我乱说, 房子的钥匙他父母手里也有, 有的时候还会帮忙过来开窗通风, 男友似乎没想到我是这个反应, 愣了一会, 松了口气, 你说得也对, 是我太想当然了, 下次还是我辛苦点开车送他回家吧, 就不该偷懒, 还有下次, 我这血压又上来了, 却不得不用担忧的口吻, 继续给男友洗脑, 是啊, 徐姐毕竟有家庭, 在异性家里过夜, 我怕传出去对她有影响, 当然, 我是绝对相信你们的, 就怕别人不那么想, 比如她老公啊, 韩锦搂着我的手臂肌肉一紧, 正了正, 随即笑着开口解释, 这个你放心吧, 她老公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常年在外地做生意, 所以一直很愧对飞飞姐, 还让我们几个朋友有空多找飞飞姐出去玩呢, 她肯定不会多想, 哦, 这样啊, 那就好, 我善善地挣脱开男友的怀抱, 心情跌落谷底, 难怪, 徐飞会这么有恃无恐, 因为根本没人管她, 折腾了一天, 从期待到失望, 我也彻底没了与男友在心房过夜的想法, 我怕看到主卧那张床晦气, 我找了个借口, 去公司加班, 我到底还是不敢直接告诉男友, 我生气了, 生气徐飞在我们的婚房里来去自如, 她压根没把我这个未来女主人放在眼里, 现在, 男友的脸上明显露出一丝不悦, 皱了皱眉, 这都快十一点了, 不能明天再做吗? 说好了陪我过生日, 你这算什么意思? 我揉了揉发胀的脑门, 脱口而出, 你还需要我陪你过生日吗? 我才是多余的那个吧, 空气瞬间凝脂, 我愣了一下, 咬了咬嘴唇, 拎起包准备走人, 手腕却被一把攥住, 所以你还是在生气对不对? 我都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们好不容易见次面, 能不能不要为了这种小事破坏气氛? 许是喝了酒, 又被我扫了心的缘故, 男友的语气有些重, 心脏猛地一揪, 眼泪刷地喷涌而出, 因为我自卑, 我怕自己配不上你, 给你丢人, 怕大家觉得你选错了人, 你知不知道你来之前我一个人对着他们有多害怕? 憋了一天的委屈彻底爆发, 我歇斯底里地发泄着内心深处的恐惧,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我一定会好好准备, 而不是这么随随便便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今天从那么远的地方赶回来, 太丑了, 太丢人了, 剧烈的情绪起伏, 让我整个人哭到抽搐, 我感觉自己今晚就像是个笑话, 这是我第一次在男友面前展露自己如此不自信的一面, 我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卑的底色, 努力工作, 认真生活, 面对不懂的事物, 我坦荡承认自己的无知, 虚心请教, 默默向周围的人汲取需要的养分, 充实自己, 可面对男友的质问, 徐飞的接连打击, 我还是破防了, 难道阶级上的差距, 真的无法跨越吗? 南南, 你为什么从来不和我说这些? 我被男友猛地拥入怀里, 厚实的胸膛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 修长的手指轻轻抚过我脸颊上的泪水, 语气轻柔, 仿佛对待一件珍宝。 你知道的, 我和我的家人从未在乎过这些, 从始至终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我当然相信男友和他的家人是真心接耐着我, 否则我们早分了, 但正是对方的这份纯真, 衬托得我如此卑鄙, 步步算计。 就像此刻, 在我意识到自己情绪失控说错话的瞬间, 就立刻想了补救措施。 我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像个泼妇, 也不能直接指责徐飞的得寸进尺, 阴阳怪气。 所以我半真半假地将这一切归咎到我的自卑, 向来强势独立的我, 难得示弱, 只会让男友更加怜惜我。 我要利用这次爆发, 让韩景更爱我, 更重视我, 将我放在第一位。 难得的吵架, 让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 我们在婚房里度过了浪漫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 韩景送我去公司, 下车前, 我猛地扑上去狠狠亲了他一口。 我和公司申请项目那边不去了, 之后我会一直留在这里, 直到婚礼结束, 然后我们一起去度蜜月。 真的? 我点点头, 对方脸上的惊喜 让我觉得这一切付出都值得了, 哪怕丢掉这个项目 会让我年底的奖金损失一大半, 直级的考评也会受到影响。 这么没性价比的事, 以前是从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可感情嘛, 总要两个人一起经营。 也许我应该对他多点信任, 也让自己暂缓下脚步, 好好享受生活。 晚上过来住, 韩锦暧昧地捏了捏我的脸颊。 不了, 晚上加班, 我回自己那, 我笑着用食指指住对方凑上来的嘴唇, 再闹下去, 我今天搬别上了。 当然, 更深层的原因是, 我们还没结婚, 不合适。 韩锦平时也是和父母住一块的, 要是隔三差五, 带着我在婚房过夜, 我怕影响他家里人对我的印象, 觉得我还没嫁进来, 就已经把房子当成自己的了。 他进办公室, 我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一直忙到晚上十点, 才将手头上关于项目的工作交接处理完。 我伸了个懒腰, 准备回家。 经过徐飞的攻卫时, 却发现他的电脑没关, 屏幕突然弹出一个微信语音通话窗口, 头像有些眼熟。 啊, 好奇心促使我凑了上去。 是韩锦的微信头像。 徐锦从手机微信打给韩锦的语音并未接通, 聊天对话框自动弹出, 我下意识扫了眼内容。 如坠冰窖, 韩锦你别傻了, 你以为他琴声男是什么好鸟? 他就是图你钱, 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外地人, 满心算计。 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当年要不是我家里出了事, 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砰, 手边的玻璃杯被我扫落在地, 摔得稀碎。 脑子嗡嗡作响, 像是被丢了一颗原子弹。 什么意思? 难道徐飞之所以这么针对我, 是因为他喜欢韩锦? 可他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孩子都那么大了, 怎么可能? 韩锦知道吗? 为什么从来没和我提过? 一连串的问题不断轰炸我的大脑, 我颤抖着将手放在鼠标上, 打算网上翻看记录。 界面突然弹出退出登录的提示, 我焦急地点击着鼠标, 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能延缓微信登出的时间, 当然, 无济于事。 短短一秒的功夫, 徐飞那边登出了微信电脑端。 咚! 我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 默默地盯着微信登录界面, 恨不得立马给男友打电话过去问个清楚。 他和徐飞到底是什么关系? 手指在韩锦的电话号码上反复摩擦,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暗下, 又在即将接通的瞬间迅速挂断。 不行, 我不能冲动, 万一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呢? 我的贸然举动只会让男友觉得我不可理喻, 思想龌龊。 就算, 就算徐飞对韩锦有那方面意思, 并不代表韩锦会回应啊, 否则他怎么会在微信里发这样一段话? 莫名松了口气, 我慌乱地将公位恢复原状, 然后回家。 啊, 男男你手上怎么全是血? 室友赵萌听到动静, 从房间里出来, 发出一声尖叫。 啊, 我浑浑噩噩地抬头, 撕, 这才发现, 右手食指不知什么时候被割破了一个大口子, 正在不断往外伸着血。 身后, 雪白的瓷砖上滴滴答答, 落了一长串的红点, 呜呜, 萌萌。 我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支支吾吾地将刚刚在办公室里。 自己无意中地发现, 告诉对方, 还有一个月就要举行婚礼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傻呀, 你管他俩有没有过呢, 你才是正牌女友, 家长认可的那种, 那个徐飞, 要是真有本事, 怎么没嫁进来呢, 他就是嫉妒你, 你可千万稳住了, 别犯傻。 是吧? 我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拽着赵萌的双手。 对呀, 徐飞的样貌, 家境, 哪样不是吊打我, 哪怕他今年已经三十八岁了, 看上去却还像是二十七八的模样。 更不要说他时不时流露出的少女姿态, 虽然我不喜欢他, 却也不得不承认, 我羡慕他的好命。 如果他和韩锦真的想要在一起, 就算有八岁的年龄差, 也不是不可能。 既然他们当年没有在一起, 现在徐飞有了自己的家庭, 韩锦又即将和我结婚, 就更不可能有什么了。 这两年韩锦对我的好事实实在在的, 我怎么可以因为一段没有前言后语的句子, 就怀疑他。 我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徐飞对韩锦的感情, 绝对不是青梅竹马的友谊那么简单。 既然如此, 我就更不能让徐飞出现在我和韩锦的生活中, 我得想个办法, 让他自动消失。 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婚礼。 出现一丝意外, 压下心底的不安, 我狠狠擦拭着脸上的泪水, 至今划过眼周柔嫩的肌肤, 一阵刺痛。 第二天一早, 我问酒店和婚庆公司拿了流程明信, 以请教婚礼细节的名义, 单独约了男友的母亲。 不好意思啊, 这个时候来麻烦阿姨, 我之前太忙了, 婚礼的事也没顾得上, 一直是阿锦在处理。 昨天我问她, 才知道都没给您确认过细节, 要不您看看, 免得哪里不周到怠慢了客人。 韩锦的母亲在领导的位置上干了很多年, 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其实我并不是很愿意和对方独处, 总觉得自己这点小心思在对方面前无所遁形。 你们年轻人自己看着办就好, 我们年纪大了, 眼光跟不上时代。 韩阿姨面无表情地翻了翻册子, 不知可否。 啊, 行, 那我们就自己看着办了。 我做出松口气的模样, 笑了笑, 不过有徐姐把关,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阿锦和我说这次多亏有徐姐帮忙, 她才能这么快敲定下来, 回头我得好好请徐姐吃顿饭。 男友当然没和我这么说过, 我只是凭借之前沟通婚礼细节时的对话, 判断出徐飞有参与罢了。 我的目的? 是想试探韩阿姨对徐飞的态度。 自己的婚礼请个外人算怎么回事, 阿锦真是越来越没分寸了, 你也是, 由着她闹。 幸运的是, 我赌对了, 韩阿姨不喜欢徐飞。 得知婚礼和酒席是徐飞定的, 韩阿姨捧着脸, 直接拿过清单, 图图改改了一番, 与之前的风格截然相反。 之后的半个月里, 徐飞彻底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她辞职了。 我隐约能猜到, 多半是韩阿姨在背后做了什么。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过是以晚辈的身份, 向长辈请教意见罢了。 没了徐飞的掺和, 我和韩锦的感情越来越好。 我迅速打入她的社交圈, 一点一点扭转之前, 徐飞在他们面前, 给我塑造的负面形象。 很不习惯, 努力适应中。 南南姐, 你真厉害, 和他们还能聊到一块去, 我感觉我每次做那都挺尴尬的, 又怕给阿浩丢人。 我看着面前这个突然和我搭话的女孩子, 五官精致, 身材娇小, 满脸的胶原蛋白, 身着白色长裙, 像是一朵娇弱的小白花。 一是有些语色, 不知道该回什么。 今天这顿饭是韩锦的发小组得局, 对方下周办婚礼。 算是提前请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 一块吃个饭认识认识。 和我说话的小白花是婚礼当天的女主角, 整场局下来几乎没说过几句话, 会来主动找我, 倒是挺让我意外的。 想到来之前, 男友和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情况, 当即便了然了。 因为这个女孩子和我一样都是普通人, 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对方刚毕业, 年轻, 漂亮, 充满活力。 他可能觉得同为普通人的我们, 会比较有共同话题, 惺惺相惜吧。 据我所知, 韩锦的发小比韩锦还大两岁, 今年三十二了, 这小姑娘才刚毕业, 绝了, 老牛吃嫩草。 我笑了笑, 还好吧, 我也只是聊我知道的, 现在他们聊得我没兴趣, 不就自己找地方来做了? 小白花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看了我一会儿, 突然坐在我边上, 小声嘀咕, 阿浩在外面是不是有很多女人, 但他们都不告诉我, 可能是怕影响孩子吧。 嗯, 小白花还是未婚先孕, 随即像是自我安慰一般, 继续道, 不过他们这个圈子就是这样, 只要不带回家就行了, 你说是吧? 我皱了皱眉, 韩锦和你家那个花心大萝卜可不一样, 你在河水找共鸣呢? 日子是过给自己的, 自己觉得好就好。 顾忌到对方是个孕妇, 还是韩锦发小的未婚妻, 不好让人下不来台, 我只得避重就轻地敷衍过去。 脑海中却想起男友和我 谈起这段关系时的语态神情, 谁让浩子前几年玩得太疯, 圈子里好人家的女孩根本不愿意嫁给他, 年纪又在这摆着, 他家里着急抱孙子, 现在这个, 算是赶上了。 鄙夷, 冷漠, 让我心惊, 是不是我最初在他们这帮人眼里, 也是这个定位? 我突然很庆幸, 自己是在工作以后才遇见了韩锦, 早早见识了社会的现实与无情, 没有被对方的条件迷婚头, 着急绑定, 而是等有了成绩后才开始计划未来。 如果我在刚毕业的时候遇到了韩锦, 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选择走捷径。 小白花可能也意识到了我和她不一样, 善善地尬聊了两句, 便走了。 临走前, 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 让我下周一定要去参加她的婚礼。 小白花婚礼当天, 我见到了许久未出现的徐飞, 一袭嫩黄色长裙, 熟络地游走在宾客间, 气色红润, 满面春风, 真晦气, 徐飞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我怀疑她可能是猜到 我在韩阿姨面前给她上眼药了, 我以为她会像之前那样给我挖个坑, 隔音我两句, 结果什么都没做。 和我们打了个招呼, 经过我身边时, 我听到了一声轻不可闻的, 切, 她有病吧? 转身, 却只看见了她妖娆的背影。 不远处, 男友正站在婚车边上向我招手, 怕大雾及时, 我小跑着过去, 将徐飞的怪异丢在了一边。 小白花不是本地人, 前一晚住的酒店。 我们跟着上了婚车一块去酒店接亲, 当沾沾喜气, 凑个热闹。 等我们赶到时, 两个穿着灰色小礼裙的伴娘, 已经堵在房间门口要红包了。 我和韩锦站在人群后, 余光扫道跟在新郎身后的伴郎团成员, 恰好瞥见几人露出猥琐的笑容, 心下生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啊, 你们干嘛? 来不及细想, 前面响起刺耳的尖叫。 刚刚那几个伴郎, 此时已经冲到了房门前, 一把将两个伴娘拦腰抱起, 伴随着男人的哄笑声, 不断有人往中心聚集, 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激动与兴奋, 像是占到了什么大便宜一样。 不断有人进去又出来, 隔着缝隙, 我终于看见了里面的情况。 一群男的像传递货物一样, 将两个伴娘轮流往外圈传。 我甚至看到一只有黑的手掌 在伴娘身上狠狠揉捏。 极西的里群 根本掩盖不住裙底的风光, 隐隐可以瞧见底下白花花的颜色。 来不及细看, 视线又被人群遮掩。 心下一凉, 我攥紧男友的手, 阿锦会不会太过了? 放心吧, 他们有分寸的, 主要是怕他们要红包狮子大开口, 所以阿浩他们计划 从一开始就打个措手不及, 赶紧把新娘子带走就完事了。 韩锦的语气淡淡的, 似乎已经笃定, 这些娘家人 一定会趁着接亲, 轰抬物价。 小白花的娘家人来得本就不多, 瞧见这场景, 果然被吓住了, 谁也不敢再开口要红包, 还有怕出事的已经在让里面开门了。 房门一开, 人群轰地冲了进去。 我故意慢了一步, 环顾四周, 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衣衫不整, 哭哭啼啼的两个伴娘。 还有前人呢? 这什么破素质? 正准备过去问下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听到其中一个伴娘 愤愤不平地咒骂, 我停下脚步。 我到底是南方这边的, 这个时候过去, 怕是会以为我也不安好心了。 正想着。 房间内再次响起惊慌的尖叫。 哎呀! 婚鞋! 忘记和里面打招呼了, 那就是群流氓。 两个伴娘互相搀扶着站起来, 跌跌撞撞地想往人群里冲, 可门口早被堵得水泄不通, 瘦弱的身形根本挤不进去。 这边, 阳台可以走。 我指着阳台方向, 招呼两人赶紧从窗户爬进去。 虽然我对小白花的观感一般, 但并不意味着 我能眼睁睁看着她的伴娘遭受这些。 然而, 等我们想尽办法冲进去时, 正好撞见其中一个伴娘的裙子 直接被掀了起来。 黑色的安全裤暴露在所有人眼中, 也许她应该庆幸自己穿了安全裤。 我清楚地看见其中一个男人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快, 大家再找找, 婚鞋一定藏在伴娘裙子底下, 猥琐地笑声令人作呕。 小白花显然已经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 紧紧搂着另一个伴娘, 生怕对方也被抓走, 嘴里喊着婚鞋的位置, 可根本没人去找。 因为大家的目的已经不是找婚鞋了。 我当即扒开人群, 按照她抱的位置将婚鞋翻了出来, 憋着火气直接砸了进去。 啊, 鞋跟正中一个在对伴娘上下起手的男人的脑门。 闹剧终于结束。 人群散去, 屋内一片狼藉。 小白花和几个伴娘正红着眼眶相互收拾行头, 因为新郎在外面催了, 怕错过及时。 我默默退了出来, 打算跟着男友一块回办婚礼的酒店。 韩锦, 你对象怎么回事? 这么好的气氛尽坏事, 玩不起就别来, 你们结婚的时候我可得加倍讨回来啊。 见男友在走廊处和新郎几人站一块, 我正准备过去打招呼, 却恰好听到了几人对我的吐槽。 火气蹭地上来了, 我顿住脚步, 想听听男友的回答。 别闹, 男男和那些女人不一样, 要是闹起来, 他真能给我当场分手, 你们到时候给我尊重点啊, 等过几天, 我请你们吃饭赔最好吧。 明明男友是站在我这边, 替我说话的, 可我的心底还是涌上一股无力感。 潜意识里, 韩锦和那些男人一样, 是看不起小白花的, 所以并不觉得这场闹剧有什么不对。 大家图个开心罢了。 我悄然转身, 杨庄什么都没听到, 去大唐等男友下楼。 之后没再发生什么意外, 新娘和伴娘重新收拾一番后, 除了微红的眼眶, 几乎看不出半个小时前的狼狈。 是啊, 婚还得继续结不是, 让我没想到的是, 到了酒店后, 小白花突然指着我, 让我陪她进去换主杀。 哎, 我愣了愣, 一头雾水地跟着进去了, 不明白为什么边上四个伴娘不用, 要找我。 刚进房间, 她就让四个伴娘去隔壁换衣服, 单独把我拉进主卧, 往我手里塞了一张房卡。 今天要不是你帮忙, 我和我闺蜜就完了。 直到此刻, 小白花的脸上才终于露出一丝不愤, 咬牙切齿, 看不起我就算了, 但我再上不了台面, 也是她王浩明媒正娶的老婆。 她居然这么对我和我的家人朋友, 人没事就好, 我善善地安慰了两句, 这才发现小白花的手臂上也有许多红印子, 估计是刚才被掐到的。 也难怪她会气成这样, 新郎这是把新娘的面子直接踩脚底了。 男男姐, 你和我不一样, 你值得更好的, 之前我一直以为你对韩锦和徐飞的事心知肚明, 没管罢了, 上周见你的时候, 我就奇怪, 今天我更加确定, 你一定是那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 你说什么? 心脏猛地一揪, 潜意识告诉我, 小白花嘴里的真相, 一定是我无法承受的。 我听王浩提过, 韩锦家里之所以催着她结婚, 就是因为她一直在等徐飞离婚, 两人藕断撕连好多年了, 徐飞的老公长期在外地, 他们的事, 圈子里关系好点都知道, 韩锦家里也知道, 怕传出丑闻, 就逼着她结婚, 后来不是认识你了吗? 情况才好点。 王浩还和我吐槽过, 说没想到真有人能把韩锦给拽出来。 你瞎说, 我指着小白花四利那人的大吼, 如果我没有浑身发抖的话, 可潜意识又不得不相信对方说的话, 因为我和韩锦在一起的过程, 太顺了。 第一次见面, 她的父母就给我包了一个大红包, 恨不得当场将我们的婚事定下, 全然没有我想象中门不当户不对的不满。 我以为是韩锦提前做好了沟通工作, 而我当时也小有成就, 她父母才没有反对。 如果是因为徐飞的关系, 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 找个条件差的, 总比找个婚外情行为不检点的女人强。 你也说了, 这是以前, 可能阿锦觉得说出来不好听, 才瞒着我, 至少和我在一起的这两年, 她是真心的。 我却还是不死心地强撑着心底最后一丝期望, 反驳小白花。 屁, 要真这样, 我也不说了小白花翻了个白眼, 上个月, 你出差那会, 房子刚装完。 徐飞就来过夜了, 王浩还帮着打掩护, 说聚会, 但我们离开的时候, 屋里就韩锦和徐飞两人, 鬼才信什么都没发生。 怕我不信, 小白花继续, 再网近地说, 前阵子, 韩锦他妈好像知道了两人没断干净, 找徐飞去了, 徐飞让王浩帮忙牵线约韩锦, 韩锦也来了, 你说, 这两人要是没事, 谁信? 韩义从脚底直冲脑门, 大脑一阵炫韵, 双腿一软, 我直接摊坐在地上, 还是不愿意相信小白花说的真相, 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嫉妒我, 故意给我找事。 你, 有证据吗? 我无力地继续反驳, 像急了一个在浅滩上努力蹦打求生, 却还是无济于事的死鱼。 证据这不在你手上吗? 小白花恨铁不成钢地看了我一眼, 告诉我房间就是徐飞让他们帮忙开的, 晚上一定会约韩锦过去, 让我提前去蹲着, 抓现场, 到时候狠狠敲一笔, 必须给你补偿。 这两人把你耍得团团转, 我已经没救了, 你可不能再掉坑里来, 都一路货色。 垃圾? 房间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使婚庆公司的人来催了。 许是我的脸色实在太难看, 小白花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便急吼吼地出去找人补妆了。 真讽刺, 几个小时前我还同情他被南方看不起, 现在我反倒成了笑话。 手机不断发出嘟嘟声, 是韩锦打来的电话, 见我不接, 又发了几条消息过来。 问我好没, 仪式快开始了。 踏踏, 透明的液体滴落在手机屏幕上。 我用力擦了擦, 整个屏幕瞬间布满细密的水珠。 狠狠吸了一口气, 起身去卫生间对着镜子补了个妆。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我必须保持冷静, 绝对不能, 自乱阵脚。 内心深处, 我对韩锦还是存了一丝希望, 我不信这两年的点点滴滴, 都是骗我的。 我笑容满面地回到韩锦身边, 跟着她结识婚礼上的宾客, 努力保持最佳状态, 让自己挑不出一丝错来。 婚礼结束, 韩锦说, 她先送我回家, 她得留下来帮忙照顾宾客, 回去要很晚了。 我的心已经凉了一半, 那你赶紧去啊,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又不是什么偏僻的地方, 我打车就好了。 我体贴实趣地将她赶了回去, 踏出酒店, 拐了个弯, 立刻从酒店侧门刷房卡, 上楼, 刷卡, 开门, 巨大的落地窗映入眼帘, 窗外灯火通明。 今晚, 韩锦和徐飞, 真的会来吗? 叮咚, 门铃声突然响起, 我吓得一哆嗦, 迅速钻入床底, 借着床单将自己的身形遮掩住。 糟了, 刚进来的时候, 顺手将门卡插了上去, 希望外面的人不要发现不对劲。 我死死咬住嘴唇, 心脏狂跳。 下一秒, 房门开启, 白色的细高跟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是徐飞。 阿锦, 你来了吗? 透过缝隙, 我看见徐飞将高跟鞋往边上一甩, 赤着脚在柔软的地毯上来回走着。 第一, 房门再次打开, 一双棕色的皮鞋映入眼帘, 是我送给韩锦的生日礼物, 华晨辉我都认得, 如坠冰窖, 她真的来了。 飞飞, 我认为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楠楠已经对我们的关系起疑了, 不然她不会跳过我去找我妈, 我不希望影响到我们的婚礼。 不, 明明你答应过我, 要等我的。 当年, 如果不是我家里生意出了事, 我也不会为了资金, 嫁给那个不中用的男人。 我把第一次给你的时候,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你说你会等我一辈子的, 那你和我说只要生下孩子就离婚, 你也没离呀。 徐飞, 你不能这么自私, 要我一直和你这么没名没分地处着。 我也是男人, 我也有尊严, 所以我给你找了秦生男啊。 外地人, 没背景, 家里重男轻女, 就算婚后发现我们的关系也不会闹大, 当初不就是看中他好拿捏才让你追求他吗? 可你怎么能真得爱上他? 我倒抽一口凉气, 不敢置信地捂住嘴。 难道连我们的爱情, 也是一场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吗? 是, 我就是爱上了楠楠, 她虽然条件为你好, 但她积极, 乐观, 上进, 我和她在一起很舒服, 在她身上,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重视的滋味, 她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 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们的感情。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曾经我对你的样子, 我不想辜负这么好的女孩。 太讽刺了, 这么深情地表白, 却从头到尾都充斥着谎言。 撕心裂肺的痛让我无法呼吸, 我死死咬住手指, 用尽全身力气控制自己不要发出声音。 视线逐渐模糊, 我感觉自己从头到脚的神经正在不受控制地发颤, 一抖又一抖, 最后一次好不好? 等你结婚, 我们就做回朋友。 徐飞似乎已经冷静下来, 语气哽咽, 让人听着可怜又委屈。 白皙的脚掌慢慢朝棕色皮鞋靠近, 不一会儿, 嫩黄色的连衣裙掉落在我眼前。 然后是白色衬衣, 灰色西裤。 最后一次, 男人一把将女人抱起, 咬牙切齿。 头顶的床垫向下沉了沉, 透明的落地窗将两人在床上的丑态 展露得淋漓尽致。 我在床底, 心如死灰。 我面无表情地点开开手机里的录音键, 心如死灰。 两人并未在房间里私混多久, 可能是怕同时消失太久, 惹人怀疑, 完事后就离开了。 我浑身僵硬地从床底爬了出来, 空气中的味道还未消散, 胃里一阵翻腾。 哦, 静止冲到卫生间, 吐了个昏天黑地, 吐到喉咙里渗出血丝, 才作罢。 真脏。 我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 眼神里透露出一丝迷茫。 要拆穿这一切吗? 还是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继续做那个最幸福的新娘。 我承认, 我渴望跨越阶层, 改变命运, 而嫁人是最快的一条捷径, 更何况, 我已经得到了寒家上下的认可, 以及含锦的爱与愧疚。 借着含家的资源, 我的事业也将如虎添翼, 未来可期。 我相信, 只要我嫁给他, 日子一定不会难过。 脑海中闪过与含锦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也许他在婚后会断了与徐飞的关系, 也许他们会借着婚姻的外壳。 继续私婚, 可我没办法像以前那样 全心全意爱他了。 当一段婚姻完全充斥着利益, 利用, 猜忌, 那还是一段正常的关系吗? 镜子里的我眼神逐渐清明。 不,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一段明知道可能会失败的婚姻里, 加, 是我最后的底线。 这婚我不结了, 可该怎么取消婚礼, 我得好好想想, 至少, 明面上, 我得让人挑不出错来。 我浑浑噩噩噩地回到住所, 大脑飞速转动。 现在的局面, 已经不是我一个人所能解决的了, 我需要帮手。 第二天, 在老家的弟弟给我打来了电话。 姐, 我给你卡上打了十五万, 你拿去当嫁妆, 你放心, 这钱爸妈不知道, 是我私下攒的, 你千万别说漏嘴呀, 虽然姐夫家对我们没什么要求, 但我不能让你真空着手嫁进去啊。 电话里, 弟弟小光还在絮絮叨叨地和我说着最近家里发生的事。 小光, 我终于忍不住挖地哭了出来。 我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好, 从我记事起, 就知道他们做梦都想要个儿子。 就连我的名字取得也是简单直白, 秦生难, 成年后, 我自己去改了个谐音。 而弟弟的名字, 却是寄予厚望, 秦光耀, 光宗耀祖。 小时候, 父母忙着去厂里做工, 小光算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们姐弟俩的感情很好。 我考上重点大学那一年, 家里说没钱, 想让我去打工, 小光偷了家里的钱, 凑够学费, 直接把我送去车站。 姐, 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 你不一样, 你的未来一定比我走得远。 走, 走得远远的, 永远不要回来, 家里有我在, 以后我养你。 当时我看着眼前这个, 只比我小两岁, 还志气未脱的大男孩, 嚎啕大哭。 大学, 研究生, 我没回过一次家, 但我们姐弟的联系从未断过。 我勤工俭学, 自己挣学费, 挣生活费, 有多的, 会打点给小光。 小光在老家学了气修手艺, 问朋友借了点钱, 跟人合伙开了家气修店, 日子过得倒也顺遂。 我也在毕业后, 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找到了爱人, 以为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时, 上天却和我开了这样一个玩笑。 我把我的狼狈不堪告诉了小光, 我迫切地需要一个人来将我从这绝望的深渊中拽出来。 小光的反应和我刚得知真相的时候一样, 恨不得直接冲过来撕了韩锦和徐飞, 被我阻止了。 韩家在当地的人脉关系不是我一个普通上班族能比的, 如果我因为发现了这件丑闻而取消婚礼, 到时候传出去, 只会是我的不是。 徐飞, 徐飞的老公也不会任由丑闻发酵, 最后倒霉的只会是我。 为了出一时的气, 而影响未来长远的利益, 这么没性价比的事, 我不做。 所以, 婚礼取消, 我必须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我让小光带着爸妈提前从老家过来, 韩锦得之后, 非常积极地组织了双方长辈的第一次见面。 之前顾忌到我爸妈的作妖程度, 我和小光一直拦着没让双方家长见面, 小光还特意给韩锦打了个电话, 解释我们家的特殊情况, 怕韩锦和他的家人误会我品行不端。 这一次, 我要得就是他们作妖。 不出所料, 两家刚见面, 我爸直接开口就要了一百万的彩礼。 咱培养这么个闺女不容易, 要个一百万不过分, 我还觉得少了呢, 我妈在边上附和, 理直气壮。 爸, 我震惊地站了起来, 满脸羞愤。 彩礼和嫁妆的事, 我早和韩锦商量过了, 走个行事, 要了十万, 我自己再赔价十万, 算是当地的平均水平。 韩锦一开始还觉得太少了。 想多给点, 我没要, 因为我还不起这么多的嫁妆。 说我矫情也好, 过度自尊也罢, 我不想让南方觉得我贪得无厌, 要个彩礼狮子大开口。 这钱, 我早晚能靠自己挣回来。 但我爸妈可不这么想, 之前见不到人没联系方式就算了, 如今好不容易和未来亲家见面, 可不得好好谈谈嫁。 我眼睁睁看着韩锦父母的脸色越来越差, 小光演技炸裂, 一边恼羞成怒地指责父母贪得无厌, 一边担心我这个姐姐会被婆嫁看不起, 替我各种说好话。 而我负责哭就够了, 最后这顿饭自然是不欢而散。 阿锦, 对不起, 我就不该让我爸妈和你们家见面, 我就知道, 他们之前明明答应过我不会乱说话的, 都怪我。 回到家, 我哭着在电话里和韩锦道歉, 自责又内疚。 叔叔阿姨是不是很生气? 他们是不是后悔让你娶我了? 我当然清楚, 今晚的见面一定会让韩锦和她的家人对我的印象分下跌。 所以我在事后积极主动挽回, 小心翼翼试探, 每一步都表露出我对这段关系的重视, 让韩锦笃定我满心满眼都是她, 怎么可能会在背后默默计划着离开? 自然, 身份证和户口本丢失, 肯定也不是我干的。 是我那奇葩的父母, 因不满彩礼, 悄悄藏了起来, 想逼迫南方家出钱。 领证前一晚, 我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一度晕厥, 哭到韩锦都不忍心指责我的大意。 然后擦干眼泪, 继续和婚庆、酒店、沟通细节, 务必呈现最完美的效果。 最后, 我亲自给徐飞打了电话, 邀请他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 徐姐, 虽然我们之前有些误会, 但我和韩锦能认识, 走到现在, 多亏有你牵线, 你要不来, 韩锦该怪我了。 话里话外, 给徐飞传达的意思就是, 韩锦希望他来, 我迫于有压力只得亲自来邀请, 给他台阶。 我也不担心他会去找韩锦, 因为韩锦根本不希望他来, 越是临近婚期, 他就越不敢露出马脚。 可大好的日子, 主角怎么可以不到位呢? 终于, 到了我和韩锦结婚的日子, 结亲, 敬茶, 出门, 一切顺利。 没有发生小白花结婚时的尴尬境况, 想来是韩锦打过招呼了。 不出预料, 我在接亲队伍里看到了身着大红色旗袍的徐飞, 明艳动人。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新娘子呢? 余光扫了一眼站在我身边的韩锦, 尽管面色如常, 我还是察觉出他肌肉一瞬间的僵硬。 徐姐,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不等韩锦反应, 我便笑着迎了上去, 一把将赵蒙手上装礼金的包包塞到徐飞手里。 姐, 你能不能替我保管下? 我和阿锦的礼金都在里面, 伴娘们人都认不全, 我怕到时候再有人来送红包给疏忽了。 徐飞估计也没想到我会这么信任她, 下意识看了眼韩锦。 可, 那就交给飞飞姐吧, 韩锦避开了徐飞的目光, 攥紧我的手。 南南, 我们得赶紧去酒店了, 你还得换主杀呢。 许是韩锦的态度刺激了徐飞, 她突然弯起嘴角, 笑盈盈盈地看着我, 南南你就放心吧, 姐一定帮你保管好, 我和阿锦这么多年的感情。 好了, 南南, 该走了, 韩锦面色一冷, 不由分说拽着我往婚车走去, 估计是怕徐飞发疯, 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我洋装没看出两人之间的怪异气氛, 面带笑容, 俨然一副代驾新娘的娇羞模样。 上车前, 给一直跟在后边的小光使了个眼色。 等我到达半婚宴的酒店, 换完主杀出来, 正好看见徐飞被宾客围住。 收礼金收到手忙脚乱的画面, 小光在不远处朝我点了点头, 我悬着的心总算定了一些。 随即拎起裙摆, 小跑着过去, 一边呵斥人群外的小光, 小光你怎么回事, 怎么让徐姐一个人在这忙? 像话吗? 哎呦, 姐我错了, 我早上吃坏了肚子, 刚去找厕所了, 没想到这么一会儿人就都过来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小光点头哈腰的朝徐飞道歉, 大喜的日子, 这么多人看着, 徐飞在不满, 也不好发作。 没好气地将装礼金的包, 直接塞回我手里, 便走了。 扫尸了一圈, 发现韩锦正在不远处和来宾寒暄, 我过去招呼了一会,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处了处对方。 你手机带眉, 我忘了昨天思宜和我说的流程了, 赶紧看看, 一会别出丑了。 伴娘全部被我知道了看不见的地方, 而我的手机又不可能随身带, 只能找韩锦要。 你呀, 太紧张了, 韩锦好笑地看了我一眼, 掏出兜里的手机, 下一秒, 神色大变。 我微微勾起嘴角, 语气焦急, 怎么样? 我看看, 一边探头想去看手机屏幕。 韩锦迅速在屏幕上切了两下, 直接给我看了大图, 之后的十分钟里, 他坐立难安。 终于, 在距离婚礼开场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 韩锦说, 他把婚戒拉套房内了。 我点点头, 让他赶紧去, 我会替他招待好宾客的。 看着他小跑离去的背影, 我露出了讽刺的笑容。 死衣也在这个时候跑了过来, 秦小姐, 设备都调试好了, 要开始吗? 当然, 我穿着洁白的婚纱, 独自走上舞台。 底下的宾客不约而同, 将目光汇聚到我身上。 说不紧张, 是假的, 捏着话筒的手心里此刻全是汗液。 但我还是露出 早已练习过上百次的笑容。 我给阿锦悄悄准备了一个惊喜, 大家替我保密哦。 潮思仪比了个手势, 身后的大幕布开始播放影片。 是我和韩锦交往两年来的点点滴滴。 我经常在外地做项目, 回来很不方便, 他就请假, 或是卡着休息日, 不远万里地想各种办法来看我。 机票, 高铁票的票根攒了厚厚一盒, 全都被我细心保存着。 我早已认定韩锦是我未来相伴一生的伴侣。 我有一个专门的相册, 存放着我们每一次约会的日常。 我花了一周的时间, 把照片全部打印出来, 做成明信片, 写上照片里发生的故事。 在整理这些时, 我的情绪再次崩溃, 一度想放弃, 至少这两年, 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被爱着的滋味。 可这份爱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算计, 而我也无法欺骗自己,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我爱韩锦, 可我更爱我自己。 影片播放到我提前两天订了酒店的房间, 带着朋友一起布置现场, 画风温馨感人。 阿锦, 谢谢你这两年来对我的爱和付出, 今天让我给你一份惊喜。 影片最后, 我对着镜头, 深情告白。 镜头外, 我的呼吸开始急促, 不自觉攥紧手里的话筒。 画面一转, 镜头切换到房间内, 实时画面。 徐飞的背影出现在镜头里, 场下开始响起议论声。 徐飞, 上次我们说好的好聚好散, 你为什么还要威胁我? 你是不是要把我的婚礼毁了你才甘心? 韩锦气急败坏的声音响起, 全场哗然。 韩锦的母亲更是直接起身, 迅速往后台方向走去, 估计是想去关掉设备。 没用的, 我早就让赵萌把后台大门反锁了。 聚美演完之前, 谁都不准进去, 我不答应。 你明明答应过我, 结婚只是对你父母有个交代, 你最爱的还是我, 结果呢, 你居然想走, 你做梦。 徐飞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该说的, 不该说的, 全都在镜头下曝光, 甚至还将两人之前在小白花的婚礼上私会的事也给报了。 意外之喜, 我掐准时机, 捂住胸口, 连连后退。 话筒从手中跌落, 露出反复练习过多次的不敢置信的神色。 没有什么比新娘在婚礼当天得知自己的另一半一直出轨, 还和所谓的发小搞婚外情更受打击的了。 我红着眼眶, 张了张嘴, 却因悲痛过度说不出一句话来。 韩锦的父母惊慌失措地一边让管设备, 一边想冲上台和我解释, 被我爸妈拦住了。 娇生惯养的城里人又怎么比得上一直干农活的粗人, 两人被压制得死死的, 只能任由我爸妈疯狂输出, 还因理亏不敢反驳。 而我, 顶着所有人同情的目光, 颤抖着捡起地上的话筒, 按下一直捏在手心里的远程遥控。 镜头内, 昏暗的房间一瞬间闪烁着点点星光, 两边是我为韩锦精心准备的惊喜, 满满的回忆。 两位主角待置在原地,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韩锦, 我们完了。 打开摄像头的语音功能, 我对准话筒, 一字一句, 咬牙切齿, 婚礼成了一场闹剧。 我伤心欲绝地在家人朋友的护送下逃离婚宴现场。 回去的路上, 手机疯狂震动, 是韩锦打来的电话和发来的信息。 我直接把手机关机了, 小光那边倒是接了韩锦的电话, 按照我的意思, 骂完后直接拉黑, 处理干净了吧。 回到家, 确定房间里没有外人, 我再次和小光确认有没有收好尾。 放心吧, 姐, 他们绝对怀疑不到我们头上, 估计只会觉得是自己倒霉。 我松了口气, 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 我故意将收礼金的包交给徐飞, 又让小光注意那些送礼金的宾客, 想办法将他们往徐飞那边引。 趁乱顺走了徐飞的手机, 用徐飞的手机给韩锦发了房间号, 并且威胁如果不来, 就将那天晚上他们发生关系的照片发给我。 至于照片, 当然是我给小光的隔空传送功能就行, 不过是一张事后凌乱的床单照罢了, 却也足够韩锦脑补。 等徐飞离开后, 赵蒙找了个酒店的服务生, 让对方帮忙给徐飞塞了张字条, 约在房间内见面。 字条是我模仿韩锦的字迹写的, 徐飞一定会去。 当两人发现一切都被镜头记录下来时, 第一反应必然是赶回现场。 赵蒙也趁着这个机会去房间将那张字条找了出来, 销毁。 婚礼上发生了那么大的事, 按在正常人身上, 肯定得还好一段时间, 连我的领导都给我打电话, 委婉地问我需不需要放假休息。 我拒绝了, 第二天肿着眼睛, 直接去了办公室。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是韩锦对不起我。 而我不过是一个出身平凡, 没有后台, 被南方骗得团团转的可怜女人罢了。 我以为昨天发生了这种事, 韩锦短时间内应该是没脸来见我了。 却没想到下班后, 从办公室大楼出来, 见到了依靠在车门边, 面容憔悴的韩锦。 南南看着男人胡子拉叉的模样, 我的心脏忍不住抽搐。 你来干什么?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冷下脸, 准备离开, 手腕却被对方紧紧攥住。 南南, 我错了, 我不该瞒你, 我和徐飞早断了, 是他一直缠着我不放,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也只爱你一个人,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断了, 我气笑, 一把甩开他的手, 断了还能上床。 咋? 他拿刀架你, 脖子上逼你了吗? 那你去告他呀。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还在找借口, 根本不愿意承认 是自己的错误。 和我在一起, 还委屈你了呗, 为了真爱, 不得不跟一个不爱的女人上床, 结婚, 生子。 不, 不是这样的, 虽然一开始, 我确实是带有目的接近你, 可后来, 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楠楠, 我错了。 我一直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想让自己分手分得体面一点, 事实证明, 只要动了真感情, 就是扯淡。 当听到韩锦还在继续狡辩, 连日来的委屈愤怒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韩锦, 你就是个懦夫, 给不了徐飞承诺, 也给不了我承诺, 两头吊着, 说得好听, 爱我。 你要真爱我, 怎么会在结婚前和别的女人上床? 我真是瞎了眼, 把这么个垃圾当成宝, 韩锦依旧没对我死心, 送花, 送下午茶, 送礼物, 托个路朋友给我传话, 甚至花钱给我白送项目。 办公室里原本替我打抱不平, 骂他的同事也在糖衣炮弹下, 渐渐软化了口风。 还有人过来劝我, 要不算了, 只要结了婚安分就行, 韩锦这条件, 属实是我高攀了。 对于这些言论, 我一律当作没听见, 专心准备着一个月后的 华东区新市场开拓项目, 是总部那边直接从各个分公司 抽派人手过去组建的一个新团队。 这件事, 目前只有领导知道。 从决定和韩锦分手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做好离开这里的准备了。 婚礼上的计划在天衣无缝, 等哪天他们回过神, 就算没证据, 也会怀疑到我头上。 到时候, 恼羞成怒, 丢尽脸面的韩许两家, 绝对会对我展开抱负, 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反正对于我这种没有故乡的人来说, 在哪里都一样。 离开的那天, 只有赵萌和小光来机场送我, 没人知道我这一走, 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啊, 真舍不得你, 赵萌依依不舍地抱了我好久, 一定要经常联系哦。 姐, 到了那边好好的, 要是缺钱就和我说, 等我有时间就过去看你。 这段时间, 小光怕我出事, 一直留在这边照顾我, 等我一走, 她也准备回老家了。 嗯,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眼眶湿润, 心底却燃起了久违的斗志。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项目中, 没日没夜的忙, 韩锦那点事, 仿佛早已成为过去时。 倒是赵萌, 偶尔会和我提起两人的近况, 比如韩锦在我离开后和徐飞彻底闹掰了, 比如韩阿姨到处托人给韩锦重新介绍对象, 但因为徐飞, 圈子里好人家的女孩根本不愿意。 普通人家的, 条件比不上我, 韩锦不乐意见。 徐飞的老公正在和徐飞起诉离婚, 争夺孩子抚养权, 徐飞一气之下直接曝光了他老公不行, 孩子是坐试管出来的。 我有些惊讶, 又了然, 难怪徐飞会和韩锦藕断丝连那么多年。 不知不觉, 我的生日到了。 我给自己买了个小蛋糕, 准备吃完就继续加班干项目。 一个陌生的电话卡着零点打了进来, 我犹豫了一会, 还是接起来了。 生日快乐, 南南是韩锦。 听声音, 应该喝了不少酒。 谢谢, 我淡淡地收下她的祝福。 南南, 你就这么恨我吗? 为了夺我, 宁可选择放弃这里的一切, 去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 许是借着酒禁, 韩锦的声音里满是不甘与愤懑, 似乎在埋怨我的冷漠无情。 韩锦, 你错了, 我不是为了你。 我突然发现, 此刻对方的愤怒与悲伤似乎已经影响不到我了, 我的心情居然没有一丝起伏, 还能耐着性子解释。 主要是我有点烦了, 我想彻底掐灭韩锦心底那些对我不切实际的希望。 原来的成绩固然好, 但也只是这样了, 资源受限, 我想更上一层, 很难。 现在有个机会摆在我面前, 我没道理放弃。 韩锦, 我以为你应该了解我的, 了解我对事业的热爱与野心, 我从来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从小到大的经历告诉我, 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只是之前, 为了韩锦, 为了我们的感情, 我选择放缓脚步, 先顾好我们的小家。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久到我以为对方醉倒, 准备挂断电话时, 男男, 我们是不是真的回不去了? 我直接挂断电话, 这就是我的答案。